花莲县长黄福寿今天先巡视了花莲市南国莲拆建的住宅 然后到海兴中学附近的工地查看已经完成了房屋 黄县长对于这些为新建北回铁路而拆建的国民住宅表示十分满意 而受到实惠的住户对政府给予他们15年金利贷款的优待 使他们重建钢筋水泥二楼楼房的德政也表示感激